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希望可以由他們和經驗分享 和各位引力台灣社會更美好的發展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 朱院長來擔任我們的鼓掌作一斤 朱院長的學生也非常豐富 我們現在都一直在鼓勵推動跨靈業的學習 那朱院長早在1970年代的時候 就親身展現了他的跨靈業學習 他從台大法律系畢業之後 就進到政大諮問期來公讀碩士 然後之後又到美國的美西根州立大學 公讀傳播學的碩士 之後又回到政大諮問期來公讀新聞學的這個博士 所以融合了法律新聞跟傳播三個不同的專業領域來發展 那當然在後續在學術以及在專業服務上面呢 都為台灣社會做起許多卓越的貨獻 那在學術服務上面 大陸單院研究中心主任啊 西刊的主編啊等等這些學者的重要工作之外 當然也做學術行政的服務工作 單院系主任以及現在的這個院長 那此外我們的書院長在我們的NCC呢 也擔任過主委 對台灣的整個都去傳播的一個發展 接近了很好的基礎 目前的也都還是新聞提議委員非德委員 還有這個新聞治律委員非德委員 那我想今天 書院長不只要結合法律新聞跟傳播 同時要再加上科技 我想已經會聽到非常會亮的火 那我們今天就以最熱的掌聲來歡迎 我們書院長 謝謝 莊院長 陳校長 各位貴賓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同學 大家晚安 今天很榮幸這個能夠到清華大學 我大概應該有十年沒有來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因為後來才知道這個已經是一個比較新的館 那今天很高興能夠來這邊 之前這個邀請單位給我出了一個講題 其實坦白說讓我覺得有一點難 雖然我自己本身是跨領域 可是我好像還沒有跨得這麼厲害 那他們當時是希望我講一點 跟文創跟科技有關的東西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題目呢 一直也是我這幾年非常關心的題目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這個膽子大一點 就來講這個主題 但是呢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裡面呢 理論不是太多 但是我想 但是這個現象因為變化得非常快 所以希望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點 從傳播的角度 怎麼樣來看這個 所謂的文化創意向科技轉這件事情 好 我今天的這個內容呢 會先從這個 我的電視經驗講起 其實這個電視經驗其實是跟 當時在NCC 做這個行政的工作有關 那當時其實 我們在座的另外一位彭埔院長 也在NCC待過 我們其實 對於傳播亂象本身是非常頭痛的事情 我會先從這個開始講 然後接下來我會很快的帶到 這個一個 《紐約時報》的一個專輪作家 叫Freeman的故事 然後接下來會談一下 這個從這個今年最大的這個媒體併購案 就是Disney買這個福斯公司 福斯集團的很多東西 然後從這些的這個經驗 還有今年的這個個案來看一下 科技跟文化是不是是平行線 因為過去大家真的認為他們是平行線 然後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 科技事實上真的已經改變了 文化生產的樣貌 會舉幾個例子 然後最後會回到台灣 來談台灣的這個 所謂的本土化跟全球化 這裡面不是對抗的意思 而是用兩個相對的概念 因為我們在台灣 常常會談兩個概念 那最後來看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做一個結語 好 我先想一下我的電視經驗 我的電視經驗 應該跟各位的電視經驗一樣 就是我現在其實不太看電視 那這個電視經驗 就是因為台灣的媒體 常常被批評 而且批評的非常的糟糕 到現在其實我感覺也沒有改善 那麼前幾天這個有一個 我們這個政大這邊 有一個大陸的這個訪問團來 然後他們就說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台灣的傳播的現象 或者媒體的現象 後來我說 你們有什麼不知道嗎 他們說 其實都知道 因為那個被罵的這個名聲 傳的特別遠 好 那我其實他的問題非常多 我在這邊大概就談三個部分 那這個都是大家熟悉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節目的重播太多 我每次都喜歡用周星馳的電影 來舉例 這個已經大家耳熟能詳了 第二個是節目同知性高 那麼第三是這個新聞的 怪力亂神 那最近當然也因為 怪力亂神 NCC又罰了這個中天 這個上百萬 還有其實這個東西由來已久 這個怪力亂神 絕對不是今天才有的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喜歡這個周星馳這張照片 因為他罵低能 那你們可以看到他下面的字 那這個周星馳的電影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唐伯虎點秋香 不過我現在看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很好笑 他的很多的什麼 少林足球都還是很好笑 所以他重播其實我還是會看 那但是呢 確實是沒有錯 就是他的重播 實在是太驚人了 那我就不用講了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OK 同知性太高的問題也很嚴重 我剛剛講說最近的大陸參訪團到台灣來 他們對於台灣的這個 所謂的政治 政治談話秀 他們很好奇 然後不過他們都問我一個問題 就說這些名嘴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很多是吹牛的 因為台灣的名嘴不用拿執照 沒有像大陸一樣要拿執照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他們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然後這是我們最常看的 不管是TVBS 不管是民視 不管是年代 都是排排座 永遠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有的人就在這一台上 在這一台上 這樣子 當然還有很多搞笑照片 但是這不是我的目的 我要講的就是說 對 沒有錯 這是同知性非常高的 因為晚上八點鐘 你打開 頻道幾乎逃不掉 所以我就不看電視了 好 那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這個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最近三年的 這個不同國家的戲劇節目 其實同知性也很高 同知性也很高 譬如說 閩南語句 這是播出的時間 我們看一下就是閩南語句 一直維持大概13 14 12 這是到今年1月3號左右的統計 那國語句呢 有增加 但是我覺得最驚人的是另外兩邊 就是說我們如果用本土句的概念 跟外來的句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韓句呢 當然韓句 當然今年少了一點點 就是它是26左右 前兩年其實比今年要高 好 但是錄句非常穩定 而且錄句已經是No.1 這樣子 就是最多的 這樣子 好 這是這個播出時間 但是播出時間不等於看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看的情況 看的情況呢 閩南語句最近幾年有復甦的跡象 就看閩南語句的比較多 所以可以看到它花時間在看閩南語句 一直是這個樣子 然後國語句呢 時間是這樣 可是相對來講呢 這個韓句就跟國語句差不多 可是錄句看的時間 其實也增加了 但是沒有它播出的時間這麼多 好 這個是 這個是Nielsen媒體研究新知 4月剛剛公佈的資料 那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就是說 其實台灣人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雖然說頻道很多 我們有很多自由的選擇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其實是沒有自由的選擇 因為你打開頻道 你看到的東西 其實幾乎就是這樣 轉來轉去就是這樣 好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 這個比較嚴重 我們認為電視新聞都是真的嗎 這個是我們一直非常非常困擾的 這個是一個稍微早一點 這是我們鄭大老老師做的一個研究 那很可惜這個研究沒有繼續做 我猜想這個問題恐怕依然存在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個衛科學新聞 就是那個我們就想說其實 《怪力亂診》它的裡面我們有一些 有沒有科學的根據啦 有沒有科學家出來講話啦 然後有沒有一些科學過程的報導 這是我們前幾年的一個研究案 那結果呢我們看到最多比例的是 就是所謂的自然靈異 比例你看在所有的衛科學的新聞裡面 它高達超過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台灣的新聞其實非常非常的習慣去報導這種東西 好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數字雖然小一下 我就小一點 但是我念一下好了 就是說而且報導的語氣是什麼 這更有趣了 這個報導超自然現象都是正面的 一面倒的正面 它不會去批判這個東西 也不會去質疑這個東西是對的或者不對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譬如說報導占心算命 然後百分之就等於三分之二都是正面的語氣 那報導風水地理呢百分之百正面 我們的抽樣的結果是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民俗療法 這個百分之八十的正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也就是我們其實對現在電視新聞 我覺得批評它是媒體亂象 或者批評電視新聞是水準太低 我覺得非常明顯 因為這個是我們統計出來的數字 好 好 所以這個天有祥雲 有鳳凰或者有龍 都不稀奇了 因為其實電視新聞一向就這麼做的 就是會把這些東西 然後搭上一些搭配的東西 然後再講一下這個大家 什麼民眾怎麼說 然後就會說有什麼靈異的現象 什麼之類 反正他就會用他的一套公式 我們發現這個已經公式化了 去報導這樣的新聞 好 那 因此呢 那我們再看為什麼呢 其實原因非常複雜 原因非常複雜 當然有一個原因很重要的 其實是我們的 這個有點小 不過我就用講的就好 我們的 無論是報紙或者是有線電視 或者是無線電視 其實我們的廣告市場 一直在萎縮 一直在下降 好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一些別的數字 而一支獨秀的是網路 一支獨秀的是網路的數位的廣告 好 這個是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負 就是負21% 負24% 好 這個是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這個呢 只是另外一個指標 但我們 這個表想請各位看的是一個 就是總體的這個趨勢 總體趨勢其實是從 其實台灣最好的時候是 1000多億的廣告 每一年 現在是900多億 其實還在下降 但這兩年有稍微好一點 其實是因為有些數位廣告是成長的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 2016年的時候是960億 也就是說台灣的廣告 而且有一個 比較令人驚訝的現象 或者是比較令人 也覺得惋惜的現象 就是說 這個廣告沒有再回到 1000多億的時候了 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是NCC的統計 好 我們再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大概也看得出來就是 所謂的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上面的 最上面的就是這個 有線電視的訂戶數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最準的了 最新的電戶數是還在下降 有線電視在下降 為什麼 因為OTT起來太快了 網路電視起來太快了 那然後這個是 所謂的五大傳統媒體的廣告量 你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 五大傳統媒體是一直往下掉的 好 那即使是2017年 這是我找到的稍微新一點的數字 因為這個可以做一些比較 那台灣的六大媒體 六大媒體就是五大傳統媒體 加上一個數位媒體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總廣告量是644億 但是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 這個字稍微小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廣告量 六百四十四億裡面 六百四十四億裡面 Google Google和臉書 Google和臉書呢 他們的廣告量是 11.5億台灣美元 三百五十億左右台幣 也就是說六百四十四億裡面 有三百五十億 被Google跟臉書拿走了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所以呢 台灣的媒體當然要想辦法生存下去 其實他們也做了蠻多的努力了 坦白說 因為我這兩年其實幾乎 傳統媒體跟新媒體 我都有去就是去了解一下 他們的經營的狀況 那大家也都在轉型 也其實蠻努力的 那出現一些什麼樣的現象呢 第一個就是說 媒體都會打造 自有的數據平台 每一家媒體其實都有 所以他們都可以從後台 看到那個新聞的流量 點閱率 甚至於看到就是 當下的那個 如果他訂的資料夠多的話 他可以看到當時 譬如說你是蘋果日報 你可以看到 UDN就聯合報 或者看中時電子報的 同樣的那個時間 裡面的流量 這個每一秒都在變化 好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媒體在推動訂閱制 台灣現在開始有了 待會兒會介紹 就是所謂的paywall 就是所謂的付費牆 或者說收費牆 就是簡單講要收費了 那這是另外一個 待會兒介紹 有的成功有的失敗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媒體跟廣告代理商 其實合起來 做了很多的組織再造 跟服務再造的工作 我最近幾年接觸到 非常多的台灣的大的廣告公司 那我也有很多學生 在這些大廣告公司 譬如說在安吉斯電通 或者是在澳美 他們其實都在做非常多的組織改變 因為也是因應的數位化的影響 那最重要就是所謂的去中間化 那不只考慮到新聞的內容 或者媒體的內容 還有考慮到怎麼跟消費者互動 所以呢很多媒體呢 就打破了傳統的媒體的界線 推動所謂的新的夥伴關係 這個新的夥伴關係非常多 今天我不打算講那一塊 因為那個不是今天最重要的 那譬如說像這個聯合報系 他們推元氣 那是跟健康有關 他們做教育的東西 另外在做教育的東西 還要做 中國時報有做旅行社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 建立不同的夥伴關係 還有最重要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們辦了很多策展 辦了很多展覽 藝文的活動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以這個體驗為一個接觸點 然後來推動異業結盟 OK 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付費牆 大家大概最熟知的就是這個 蘋果日報 今年的4月10號 開始推動網路訂閱制 那所謂的訂閱制 當然它號稱 它借鏡有時轉型經驗 不過我覺得差的太遠了 那就先不comment他們 總而言之 他們現在先做不收費的會員 然後接下來 這個將來有朝一日 他們會真的去做收費的會員 我不知道 那所以你現在要進蘋果日報 如果你點進去其實看不到 對不對 因為它一定要叫你參加會員 才看得到 那出現一個什麼現象呢 我不要出賣我的學生 我有一個學生 其實在蘋果裡面 他就跟我說 他說其實有一個東西 對他買獎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當他們一做這個所謂的會員制 就是你要參加會員 才看得到裡面的時候 他說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客戶 叫Nike 就抽廣告了 說我要我的 他說你免費的時候 我的你的讀者都看得到我的廣告 那個廣告450萬 這樣 所以它其實是有損失的 但是好不好呢 不知道 因為它才開始 就蘋果日報才開始 不曉得 但是那個時候 他說他們內部在看到 哇廣告公司看 不是就是那個 對廣告 廣告商或者是一些大的品牌 要抽廣告的時候 他們其實非常的擔心 好 因為他說私下也在講 就是說他們擔心蘋果日報 能不能撐到那個 就是真的變成付費的這個程度 然後當然他們也在考驗 就是說台灣的讀者 到底要不要用付費 或者會員的概念 看他們的新聞 這是另外一件事 好 但是呢 也有成功的例子 就是天下 天下達至有這個 所謂的全閱讀 那這個全閱讀的概念 它是2017年開始 今年 今年2 3月左右 他們舉行了一個叫做 天下數位轉型的一個記者會 那時候我其實有硬邀去參加 那他們推出所謂的 all access 就是全閱讀的概念 那其實他們的轉型非常痛苦 那麼因為一直嘗試錯誤 台灣其實幾乎都 很多媒體是不敢做這種事情的 那他們試了 然後呢 好消息是 我聽到他們講是說 他們在去年大概10月 或者11月左右 他們的數位 數位的訂戶數呢 可以已經收了 就是賺錢了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們覺得受到鼓勵了 也就是說台灣 有可能可以來做 所謂的付費牆 或者說 有可能看你要做什麼樣的新聞 比較好的新聞 可以有一個新的一個 所謂的business model 經營模式這樣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這個很像 貝佐斯在做 華盛頓郵報之後 他喜歡講一句話 他說 現在媒體要做的是 高品質流量 那所謂的高品質的概念 就不是一般的流量 因為我們知道 一般流量就是 很多小編都會做 就做一個什麼 釣魚的標題 吸睛的標題 然後就說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就不告訴你誰說什麼 我們以前做新聞 絕對不會這樣子 好 那 可是高品質流量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你會知道這些流量 來自哪些讀者 第二個是說 這個流量是受吸引而來的 而且不是只看標題 還看內容 當然他們在背後的後台 都可以看得到這個 然後而且這個流量 會因為對內容的需求 一再返回 我有一個東西沒有放在這邊 台灣有一個媒體 叫做Yahoo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媒體 因為它自己不出新聞 它都是把別家的新聞 全部都弄到他們這邊來 那別家的新聞弄到他這來 我們曾經做了一個研究 去年開始做了 就發現很有趣 同樣的譬如說3D的新聞 到他這邊來 或者是中時電子報 或者是聯合報的新聞 到他Yahoo這邊來 他們跟這些媒體都有簽約 就說你的新聞過來 我是原封不動的放在這 但他們可以改標題 可以改標題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發現 所有的新聞到了Yahoo以後 流量都變增加 都增加 可是你看著 你知道它是三立新聞 你知道它是中時電子報 你知道它是聯合報的新聞 可是它流量特別高 所以為這個事情 我就去找他們的頭頭 等於是問一下說 為什麼別家的新聞 到你們這邊來 流量會特別高呢 他們當然有一個策略 他們有好幾個策略 後來我就發現 果然經營網路媒體 不是說用標題吸睛就夠了 不是這樣子 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互動策略 那個互動策略跟他們 整個網站的平台的設計有關 跟他們的小編操作有關 跟他們新聞怎麼選擇有關 那是一個他們發展出來的一個機制 那個對他們來講非常重要 而且重要的就是 他們說他們要追求的就是 希望這些流量 因為內容的需求一再返回 所以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連氣象預報的新聞 都比所有的網路媒體高 我們真的非常驚訝 因為氣象預報沒有什麼特別 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連看他們的氣象的都比較多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那問題就是說 好天象啊 我也不敢說它現在就是成功 它當然現在看起來是 現在是OK的 那但是呢 蘋果是不是OK 我也不敢說 因為有人抽廣告了嘛 那我其實有做一個不太精準的 survey 我就問我的研究生說 你們有沒有去加入蘋果會員 他們就說沒有 好 那我不是在打擊他 他們說沒有 那我就說為什麼 他們就說都看得到啊 同學會轉來 好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別的問題了 別的問題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的媒體出現了一個現象 我覺得是個惡性循環 就是媒體賺不到錢 那它就沒有辦法顧 我們常常喜歡講 拿香蕉只能請猴子嘛 所以現在水準呢 是比較低落 然後就寫不出好東西來 然後呢 更糟糕的就是報紙跟電視台 只會從Google啊 什麼什麼臉書 抄很多東西 所以在台灣的新聞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沒有層次 就是沒有深度的 好 那所以呢 這就讓我想到這個Freeman 他在出這本書的時候 他出了一本 謝謝你遲到 前幾年 那個還蠻轟動的一本書 那書裡面提到一個例子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他在2015年 因為摩爾定律實在太有名了 他就去訪問這個摩爾 他就提到了摩爾定律 然後 因為他之前寫過一本書 是世界是平的嘛 那所以呢 他就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寫了一句更重要的話 覺得就是世界不但是平的 而且是快的 就是說現在時間是最快的 就很像金融的小說 叫做這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就是快就是很厲害的 好 那他曾經講到一個 他講到遇到一個停車場的收費員 結果那個人告訴他說 他是專欄作家 因為他專門寫部落格 然後 他是一個Ethopia到美國來的人 然後他當然寫了很多很多的關於 他非常關心他的母國 他的祖國 寫了很多很多這個東西 但是他說 收 應該不算收視率啦 他就流量非常非常低 沒什麼能看 雖然他很用心的在寫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問Freeman 他說 那個 我要怎麼樣寫才會有更多人看 因為網路非常方便 我們都可以寫很多東西 但並不是你寫了就會有人看 所以Freeman就說了 他說 他說從以前 藝術家跟作家就開始兼差 到現在都是一樣 就大家都可以做個業餘的writer 寫手 但是現在能夠兼差的人數 而且寫得夠好的話 他會觸及的 因為科技的關係 觸及的人士非常不一樣 而且如果言之有誤呢 可以在一瞬間 就傳播到全球的各個角落 而且不用花錢 這是最好的 那當然Freeman講的話很輕鬆 可是事實上他之前 他做他寫了20多年的專欄 在寫專欄之前 他做了17年的記者 所以他的文字功力 跟他看世界的觀點 是非常深厚的 好 那Freeman在他的書裡 當然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曲線 就是他用的這個Google X 實驗室的這個Taylor 他的一個曲線圖 對不對 他講這個曲線圖我想 可能各位都看過 講得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科技 是從這樣發展的 那麼人的學習採納的能力 是超過科技的 可是到現在呢 現在呢 科技的發展比我們快太多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地去適應這個一個 這麼快速發展的科技的社會呢 他就提出來了 他說我們要學得更快嗎 可是我們再怎麼學得快 也沒有辦法趕上科技的腳步啊 那我們有沒有用更聰明的方式來學習呢 好這個是他書裡面問了很多很多的 訪問很多很多人 然後談這個東西 好 那麼 所以呢 Freeman就講了一個 他說他告訴那個停車場的那個 那個收費員 他說 其實我告訴你 你不要 只追求科技 我告訴你最重要的東西呢 還是什麼 打動人心 打動人心 你如果會寫一個打動人心 他說其實怎麼樣打動人心 他說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但是呢 他說像做化學實驗一樣 要用創造力 好 那他提出這三個要素 第一個叫個人的價值觀 第二個叫做你想優先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 你自己一定要設定你的一個優先的目標 第三個就是他認為要寫 做一個好的寫作者 創作者一定要有報復 你一定心裡想的一個目標 然後去達成 這個待會接下來就會看到一些產業 他們怎麼在做這一塊 那所以呢 他說最終呢 還是要回到人的身上 回到人的身上 要知道 然後呢 而且你要知道怎麼向目標讀者 來傳達你的東西 所以呢 他說好的作品呢 就是把剛才講的ABC 三種的成分呢 你要調配 但是怎麼調配 他說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自己要去了解 你自己要去按照你的需求 或者你的目標觀眾的需求 來調配 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概念 那接下來 我要講另外一個事情 這真的是我的蒙古經驗 不過這照片 不是我在蒙古拍的 我在201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行政部門服務 那時候呢 這個蒙古共和國 他所住在烏蘭巴托 不是那個內蒙 不是中國大陸的內蒙 那那個時候 這個正好因緣際會 就碰到這個 碰到這個蒙古 蒙古共和國 那個當時他們正在發展 這個他們的數位化 他們就跑到台灣來 他們想要取經 那也正好就認識他們的人 然後我就去了 跟我們一些同仁 就去了蒙古一趟 那去蒙古一趟的時候 就覺得 蒙古有一些非常非常 難以想像的東西 你真的很難想 你不去當地看 我們想像的蒙古 就是一望無際的草原嘛 然後風吹草地見牛羊嘛 然後要不然就是幾個蒙古包 在草原上這樣 所以確實就像這樣 後面可能就是一個沙漠 你可以看到很大的沙漠 然後就看到 看到這個蒙古包 好 可是呢 好玩的是這個 就有疊形天線 疊形天線 就有疊形天線在那邊 而且幾乎每一個蒙古包都有 還有 也有像有線電視一樣 拉兩家和一個疊形天線的 這是一個 好 另外一個是最好玩的是這個 就是騎馬的人都在打手機 就他都是拿手機 他們在通訊 其實他們的馬鞍上 我那時候看還有一個擦手機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很快地把手機抽出來 然後就一面騎馬 一面打手機 非常好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是全世界太陽能用最多的 因為他們很少下雨 所以到處都看得到這個太陽能板 所以我覺得某些方面 他們其實比我們進步 那衛星天線當然比台灣多很多 因為他們地廣人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總共的人口數是300萬人 有100萬的遊牧民族 我跟我的同仁去了烏蘭巴多 他們的首都 然後我們也有到郊區 因為那時候其實聯合國的政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正在支持他們的一個 這個全面數位化的一個計畫 跨國的一個合作的一個計畫 所以那時候 其實還蠻想知道 聯合國在怎麼樣的幫他們做 這個跨國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聯合國的跨國計畫 特別針對年輕人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特別針對年輕人 比如說他們說幫助 所謂年輕人 他們是定義到14歲到26歲 然後說可以提升他的能力 幫助他碰到各種他在這個年齡層 碰到的挑戰都可以自己去處理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個 提升他的知識 成立了很多工作坊 希望他做世界公民 還有夥伴組織也不用講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叫做 成立這個所謂的年輕人的數位平台 那透過這個社群媒體來幫他發展各種技能 我覺得這個我覺得非常的珍貴 因為那時候我在那邊 我最想看蒙古的電視節目 那蒙古當地的官員就跟我說 他說我們其實夾在兩個大國中間 我們非常難有自己的文化 他夾在哪裡 我想大家知道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什麼 蘇聯對不對 俄國嘛 所以他們夾在兩個大國中間 他說這兩個國家 都拼命要把他們的節目賣到蒙古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的文化保存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呢 這個聯合國計劃呢 就教他們說 你們一定要認識文化多樣性 然後培養年輕人的文化敏感度 他說否則 如果他就一直看 不過坦白說 我在那邊還看到那個時候 當時我去那很多年前了 我看到他們在播那個CSI 就是那個是我們要早年播的那個節目 這樣子 然後呢 說要培養這些年輕人 認識傳統文化 蒙古文化有它的非常的獨特性 如果台灣有些人聽過那個蒙古歌 其實蠻好聽的 非常嘹亮 非常有原野的味道 然後文化多樣性 而且很重要就是說 聯合國很重要一個東西 就是要幫助他們展開 展開所謂的跨文化的對話 然後這個希望透過一個 所謂的整合傳統媒體跟社群媒體 這是比較新的東西 這是去年的 那個來促成他們學習文化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上次去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數位廣播了 台灣那時候其實數位廣播是失敗的 他們已經有數位廣播了 因為他們很喜歡 在草原裡面很喜歡聽收音機 聽廣播 然後呢 好 所以呢 他們的這個計畫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他們發展了動畫 這個應該按哪裡 就直接按是不是 給你們看一小段 因為這個很短 回來 對 好 一分鐘 三分鐘 跳過那個廣告這邊 這個不是吧 這是他們的動畫 是 是 它有同一层的同性和標準 與所有的照片 而這次最有趣的文化 是世界的最主要是 它是英國的英國人 作為一個英國人的英國人 作為一個英國人的英國人 這次的英國人的英國人 會有一個最大的英國人 這次的英國人的英國人 是英國人的英國人 Dimension OK 好 他們說他們是用迪士尼的標準 來製作他們的動畫 製作他們的動畫 他們是由一群作家 然後有一群是電腦動畫師 然後還有一些漫畫家合起來做 然後他們有非常大的雄心壯志 你知道蒙古只有三百萬人 我剛剛講只有三百萬人 他們說他們要成為亞洲最好的 這個漫畫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看到動畫 他們要成為 他們要進軍全世界的舞台 但是他們要先以亞洲為他的目標 要進入他們蒙古的動畫 要進入亞洲的舞台 所以這個是一個他們做的第一部 就是陳吉思汗的故事 好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發展 也就是說 那時候我看到他們的 那個數位文化的一個政策 看到他們播的電視裡面 他們有保留一個他們 蒙古文化的一個專門的頻道 那播他們自己本國的東西 來播蒙古歌 他們其他很多頻道 他們的頻道沒有很多 其他很多 但是其他頻道裡面大部分 其實確實不是 不是China的就是Russia的東西 還有一些美劇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但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那個 單獨的這個頻道 就是蒙古文化的頻道 好 OK 好 那所以呢 那時候 其實蠻佩服他們的 因為他們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對我來講 一直印象很深刻 他說Digital is the future 他們當時就已經講數位就是未來 所以雖然 我們覺得他好像就是一個 地管人心 整天在騎馬的一個民族 然後這個整天在趕馬 這樣子拿著馬鞭在那邊趕馬 可是 事實上呢 其實他們多數人過著 跟我們一樣的生活 這個 這個 用智慧型手機 用Wi-Fi 他們也有Smart TV 他們現在也在做自駕車 好 所以科技的東西 其實就像 Premium講的一樣 其實世界是平的 他們 他們在做很多東西 跟我們現在在做的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這個網路使用率70% 沒有台灣高了 然後他們的行動上網 百分之六七 活躍的這個社群媒體使用者是220萬 也就是說300萬裡面220萬都在 其實都在上網了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科技本身是 真的是讓網路無國界 OK好 這是蒙古的例子 那蒙古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 這個國家 然後呢 他的做這個 他們就鎖定了 他們要把這個動漫 不是漫畫 應該是動畫 動畫做成一個世界水準 簡單的講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這個大的 大的這個 這個跨國的全球的一個媒體 那他們又怎麼在做這個呢 好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CNN的一個標題 就是說 簡單講就是他 他就買了福斯嘛 那今年320號的時候 這個迪士尼就併了福斯 然後也創了一個 非常高的一個金額 就是710億美元 好 買了福斯的所有的電影版權 那福斯有很多很有名的電影 那譬如說阿凡達 鐵達尼號 好這個我有講 還有最有名的這個 辛普森家庭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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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 好 然後呢 買了以後呢 這個好萊塢的大型的電影製片廠 就從6家變成5家了 好 那因為本來福斯是第6大 所以就變成這些了 好馬上 當時就不一樣 所以當時呢 這個有一些媒體呢 他的評語就不太好 他們認為說 迪士尼會變成好萊塢的 Walmart 就是那個最大的超市嘛 然後呢 而且具有載智的地位 好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例子 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是一個大的媒體 加速診病的時代 好 那而且媒體會認為說 這其實背後有很多 就是未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其實這樣的診病 到底對全球來講 是好還是不好的事情呢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迪士尼喔 用公主賺了不少錢 真的賺不少錢 因為她的15大的那個 就是最賺錢的character 就是人物 裡面 有一半都是公主 我想說公主其實根本不稀奇啊 就是我們小時候都從小都聽公主的故事 可是呢 她可以把公主變成賺錢的 這是她的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創意 好 譬如說 最有名的就是白雪公主嘛 對不對 這個白雪公主呢 就賺了 賺了13億美元 很厲害啊 好 然後 我 這個冰雪雪岩不用講了 冰雪雪岩15億 好 這個Bella是誰 哦 好 知道 女眼獸 好 阿拉丁算賺的比較少了 這個是誰知不知道 這是誰 我是故意拿這個來的 所以要考你們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她是 她是 她是什麼公主 她在台灣 她是很重要的公主 在台灣的知名度沒那麼高 穗美人 穗美人 好 然後另外這個Cinderella 大家知道 好 就是你們看 這六個公主就幫她賺那麼多錢 實在公主不是很稀奇啦 但是呢 她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產品 可以賺很多錢 好 所以這就是迪士尼厲害的地方 那迪士尼為什麼要花天價去併購 福斯呢 因為去年全世界最大的 這個 其實美國啦 但也差不多啦 就是最大的一個這個 有線電視跟那個電信合起來的 叫做Compass Compass現在是雅虎的老闆 然後所以上次我去訪問雅虎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講說 Compass教了他們很多很多東西 台灣的 所以你都可以看得到那個 那個背後的那個 跨國資本主義在背後的 運作的一些東西 那迪士尼為了對抗Compass 亞馬遜還有蘋果 因為你們知道 他們現在都走向了所謂的 串流媒體 也就是說他們都要做的內容 而且他為了自己想要擁有更多的內容和IP 那他一定要用規模經濟 要用規模經濟 而且迪士尼已經準備今年的年底 他們也要做他們的串流媒體了 所以他必須要有更多的片庫 更多的這個電影的檔案 那可是呢 迪士尼有沒有很多內容呢 有一大堆了 所以這裡面有講說 他本身就有一大堆的電影 對不對 還有那個卡通 然後他已經有了漫威 你們說漫威不是那個福斯的嗎 對對對 待會兒再講 他有皮克斯 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他後來又買了那個 那個星際大戰系列 所以他已經有非常非常好的 這個電影的內容了 然後他買 他也把那個福斯 一些非常好的電視頻道買來了 最有名的頻道就是 《國家地理頻道》 那是非常好的頻道 然後呢 這些又非常優質的 這些都常常得獎的 他這次一下把他買下來 所以他的身世大政 這樣好 那皮克斯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 因為皮克斯等於我覺得 是一個科技跟文化融合的 一個先驅 他在1988年 他就推出一個 第一支的 嘗試人體動畫的 四分鐘的 那個到現在都還找得到 你到網路上找YouTube 就可以看到這個Tintoy 那他當時推出來 就得到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 然後得了一堆獎 然後這些獎 也是後來那個 玩具總動員的一個 創意的來源 好 那所以迪斯尼到底買了什麼 他買了一大堆 你想想看那個錢真的是天價 所以呢 他買了電影 買了電視節目 買了電製片廠 買了Network 買了電視網 還買了這個Hulu Hulu是一個網路上 串流的一個媒體 然後買了他的六成的控制權 他原來是三成的控制權 他現在又買過半了 然後以及這個 福斯片庫裡面 所有的娛樂的產品都有 那福斯原來他有漫威的 兩個最 也是黃金 黃金的這個叫什麼 招牌的這個電影 一個叫X戰警 一個叫驚奇四超人 所以美國的媒體就 就諷刺迪士尼說 現在漫威的家族團圓在迪士尼的門裡了 大家終於團圓了 就他把漫威全部都買下面來了 那所以 但是這個福斯的這個老闆 梅鐸 梅鐸他對新聞是最有興趣的 所以他 他的那個福斯的電視網 如 例如像福斯新聞 福斯體育台非常賺錢 那個然後這個 這個 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 他還保留在那邊 都非常好 所以他還是 轉播重要的體育賽事 但是他為什麼 最後會把這些全部賣掉 是因為現在劇本非常貴 像《冰與火之歌》這樣的劇本 是非常非常貴的 你要付給那個 台灣的劇作家是很便宜的 可是國外的劇作家是非常非常的值錢的 OK 好 那什麼叫做黑暗預言呢 就是說 迪士尼真的需要 他因為他原來已經有兩個片廠 他又買了一個福斯的片廠 他真的需要三個片廠嗎 其實很多人認為他一定會關掉 買了以後就把他關掉 那然後呢 而且已經 他已經自己講了說 他們合併以後他會裁員一萬人 可是這個是一個遊戲叫做大魚 吃大魚的遊戲 那所以這個是 這個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們科技跟娛樂的合併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那迪士尼有提出他的一個藍圖 那所以呢 我覺得迪士尼說一句話非常有趣 他說數位式槓桿 他是他的一個Leverage 數位是一種槓桿 他說我們是用槓桿呢 來數位呢 打造一個新 Heart 打造一個新的王國 他說我們是有新的 但是我們靠 我們要靠數位來幫助我們 這樣子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他講的 然後他說迪士尼 他就說今天 他說迪士尼呢 他就用這個Digital 來這個來做參與啦 娛樂啊 互動啊 對不對 就是跟消費者這樣子 而且可以用他的各種各樣的 主題公園啊 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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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場啦 或者是他的這個工作 工作室啦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東西來 而且包括他的所謂的 媒體的平台 好 所以他講了 這是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CEO講的話 他就說科技呢 可以把他 他可以把那個創意的限制拿掉 好 他就這樣講 他說可以這個 而且可以把 變成娛樂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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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休閒的活動裡面的 最重要的一個 轉型的一個 重要的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我要講槓桿好了 因為他其實沒有辦法當工具 他們非常會用這個 所謂的數位的概念 好 好 那這個 但是呢 我們知道 沒有那麼簡單 文化 不是本身就是善良的 好 文化會有分歧 文化會有歧義 文化也有 大家對文化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政治跟文化的關聯 好 政治跟文化的關聯 那這個是後面我們看到的 圖是紐約時報 最近的 前一陣子的一篇報導嘛 好 那我們待會兒可以看到 而且呢 這個可以看到 所謂的文化的鴻溝 文化的鴻溝 大部分都出現在 城市跟鄉村的分界 那麼如果把美國的文化 分成三大地區 就是都市區 鄉村區 還有黑人區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明顯的 影視文化的分野 當然這跟 投票取向也有關係 那 所以 這個是 這個紐約時報前面寫的 有幾個大 重要的這個 我們不用全部看 我們大概就舉一些例子好了 我舉的是這個例子 舉的是這個例子 好 這個是在台灣的那個 有線電視網 有播出來的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 就是叫 殷屍路 就很多僵屍在那邊走來走去 僵屍走來走去的 美國很好玩 我們去年那個有一個 有一個美國的 他是幫希拉蕊打選戰的一個 美國的一個政治的 就是他是等於是幫民主黨的 他是幫希拉蕊打選戰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競選總幹事之類的 他到政大來 那他就跟我們講 他說你們知不知道 他說我們 他說我們一直都在懷疑 但是我們後來也發現 確實講 就是看殷屍路的觀眾都支持川普 看殷屍路的都支持川普 說真的 他們後來有去 所以他們說 後來就發現 美國有幾個節目 就是那些人看節目 他的背後就是支持川普的 他說川普也知道 所以川普在這些節目 就重金砸廣告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很多人把這個 他這樣弄起來 這個是殷屍路 就是那個 殷屍路 就是 好像就講一堆吸血鬼 像殭屍什麼的 好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深的顏色 當然就表示 看得多的人 就看這個殷屍路 看得多的人 好 好 那這個 所以 從這裡面 大概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些分佈 這樣子 好 那 這是他的修飾地圖 所以這裡面 他們 如果你們回到剛才的 那個四個圖裡面 那四個圖裡面 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文化的差異 也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 美國有另外一個節目 我想那個可能看的人 會比較少一點 他那個據說是那個 梅克爾非常喜歡看的 叫NCIS 一個情報的 比較情報的節目 那那個就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 中產以上的白領階級看的節目 那個節目就是 你要找那種窮人 他都不看的 就是說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 文化本身也有一些分業 這樣子 好 那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台灣非常明顯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 我們 有一個學生他就是那個 大尾盧曼的那個 叫什麼 算是 算是片商 他是做那個 那個 行銷的 那他自己是一個 很有趣的 這個人非常有趣 我這個學生非常有趣 因為他是 他早年是專門去幫台灣 出去採購外國飲機 但是後來到後來就是 都是外國人 就是外國的那些公司 他們自己跑到台灣來賣 賣這個飲機 那他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所以他就開始做國內的 他就發現諸葛亮最好賺 那個 所以呢 那個時候 他說他自己的那個 品位跟他差很多 因為他是搞洋片 他不是搞本土的 可是呢 他就跟我說他說 跑遍中南部 他說那個時候 你們知道那個 那個時候諸葛亮還有現在 反正他每年不是也會 推一部賀歲片嗎 他說到南部去的時候 都那個非常好 那所以台灣有沒有差異呢 他說這個只是用其中的一段而已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南部的票房 跟台北的票房實在太 差太多了 這個是當時的 中國時報的一篇報導 這樣子 就是說全台灣如果是 六千萬的票房的話 中南部佔了四千五百萬 台北幾乎 北部幾乎沒有什麼人在看 這樣 那當然這裡面 就有很多很多爭議 因為我學生也跟我講說他 因為他賣過太多片子了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他那個時候會覺得說 他沒有想到 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真的看得出來台灣的一種所謂的文化差異 這樣子 好 那 那但是這是另外一個圖 這個另外一個圖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藍色的圖 這有小字啦 就是藍色的圖就叫做臉書 臉書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全世界 臉書幾乎是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嗯 佔滿了這個 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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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領土啊 各國 都 都是 都是臉書 好 那 那我比較覺得這個是很好 我不知道這是誰畫的 這個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地圖很好玩 所以我就想說 欸台灣 台灣你真的是這樣看嗎 強大的台灣 然後美國是邪惡帝國 美國是邪惡帝國 然後中南美洲教都在踢足球 就是對中南美洲的印象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邊就是 是沙漠 就是說那個 只要從那個這邊再過去的話 這邊就是沙漠 那反正 總而言之就是 然後 這個更好笑 這個這個叫 很多叫瑪利亞的用人 所以 所以 台灣人真的是 這個是 很多的刻板印象 當然我希望這不是真的 因為我想這應該是只是好玩的 放在這邊 好 然後寫澳洲叫做 被揚統治的國家 好 這類的 好 那真的嗎 台灣人的眼睛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就是說 我們 這個 可不可以重新的來看文化這件事情 因為文化 以前我們看文化 和現在看文化 然後加上科技看文化 其實他的觀念一直在改變 我相信各位也都知道 文化絕對不是定於一尊的一種看法 那譬如說 我們就看這個文藝復興 為歐洲開闢了一個新的科學跟藝術的一個革命時期 那 這個下面是迪士尼講的話 我覺得他講這個話 我覺得也不無道理 就是他在講 剛才我們有提到說 他講說他們是一個新的王國 他是有心在裡面的一個王國 那這是他講的一些話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第一個叫做 就是一定要提升你的視野 也作為攻頂的驅力 所以迪士尼是不斷的在攻頂 他覺得他不斷的在攻頂 第二個是投資是很重要的 投資可以提升體質 當然不見得是百分之百 但他們認為是這樣 這是比較西方的看法 第三個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叫做把科技當成翅膀 然後用科技把產品跟消費者的體驗連接起來 所以他的這些話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 這個跟我們現在要講的主題還蠻契合的 就是說他有一些想法 當然你也可以說他某些地方講的不是全對 但是他有些東西是 這個是他CEO講的 所以也許也不無道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迪士尼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這個看得有一點不太清楚 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個如果各位沒有看得很清楚 因為我是直接從他們那個報告抓下來的 那這個就是說我們怎麼樣改善 這個customer的體驗經驗 這個是他們要做的其中的一個事情 那他當然這邊就講說 那我們一定要用分析的方法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 我們要增加我們的所謂的 operational efficiency 就是我們要增加我們操作的 這個效率效能之類的 然後左邊的就 現在大家都在講的就是互動 interactivity 一定要會互動 然後他說要怎麼互動呢 他說要用很多digital tools 然後他說一定要用一些數位的工具 而且across channel 然後最右邊的就是所謂的客製化 所以這是迪士尼他在去年的一個報告書 他的產業經營的一個 一個報告書裡面 他提到了他的一個概念 好 但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我們的文化使用 一個是有所謂的 可能是有一些族群的差異 也有世代的差異 世代差異也還蠻明顯的 那譬如說 我們的這個電腦手機 這些設備使用率一直在上升 所以我們可以非常輕鬆的 分享照片 視頻和文字 那分享就是一種實時的 real time 的體驗 那可是呢 如果文化加上社群媒體呢 會產生一種新的經驗 然後很有趣的 就是說社群媒體提供一些 分享的設施和管道 其實是可以增加影響力跟吸引力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 它是其實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用社群 社群媒體把它分享出去的話 那當然也會是文化產品的新機會 好 那我們從傳播的觀點來看 我們不會只看文化科技 兩個東西分開 這個是因為蠻有名的一個 英國的傳播學者講的話 他說文化創意是資訊的創新 還有和創意的工作者 共同組成的 而且需要透過傳播 所以這是非常傳播的一個概念 透過傳播產生影響力才算 好 這是他講的 那所以呢 文化創意本來的概念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個人的事情 可是呢 因為今天你有了科技 所以你可以empower 你可以賠力 那一個人的創意 一個人的能力跟才華的表現 但是如果加上產業的概念呢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創造財富 工作 智慧財產 然後這個都現在大家 其實談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樣 好 那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幾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他們怎麼樣用科技加上文化 改變很多 大家大概最知道的是韓流 最知道的是韓流 我們其實我們的學生 我覺得我們跟他們 真的很有世代差異 因為我每次看那個 每次我的學生都跟我說 我喜歡那個什麼什麼 那種不曉得 反正是韓團的各種各樣的東西 這樣子然後唱韓國歌唱得很高興 那我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是這樣呢 他就是 他們就說對不起老師 我們真的很哈韓 然後韓裝打扮等等等等 好 我們介紹三個 一個就是韓國的文創振興院 第二個是歐盟 第三個 我要講中國的走出去的文化政策 但是大概這都是比較 介紹的比較簡單一點 不會介紹比較深入的東西 好 先看韓流 韓流2017年的前三季 光靠這個OLED OLED大家應該都很熟了 就賺了3億台幣 然後加上文化創意產業 又賺了3億 一共是6兆 對 3兆6兆 台灣從2007年行政院 也就有了文化創意產業的計畫 好到今天17年 好我們看一下 這是去年的一個那個 文化部公佈的一個產業報告書 看來其實令人滿失望的 因為它的外銷只有10% 它的外銷只有10% 海流是走出去的對不對 它在全世界它可以賣很好的錢 我們的內銷這個是 我們的內銷占到90% 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搞了17年 結果是這樣子 好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真的令我們太失望了 就說你在幹什麼呢 好 這個是那個 這個地方我曾經去過 就是韓國的文創振興院 叫Koka Koka 那這是它的一個 簡單講就是它的 它的一個 它的Mark 這樣好 那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覺得很 對我們來講 應該有點啟發性 2018年的字有點小 但是我想把它這個展現出來 好我們看一下 它對於廣電的概念是什麼 它有紀錄片 單人戲劇 單人戲劇 這個中國大陸我知道 現在發展很多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像我們傳播學員學生 非常多的學生喜歡one man show 就是喜歡單人戲劇 好 肥皂劇 網路劇 他們在發展網路劇 還有叫做多頻道的聯播網 還有在研發各種新的廣電的 各種各樣的 新的format 這樣子好 第二個 在線遊戲 我覺得在線遊戲 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我這次在那個 韓國的文廠真心院 你們看到他們現在 又重新在發展 手遊的遊戲機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那個小時候 玩那個任天堂 超級瑪莉亞那些東西 對不對 還有那個什麼PS 還有那個什麼Xbox 那個有很多是 現在不只是手遊 而且他們又重新開始 在造手遊的遊戲機 這樣 好 然後遊戲機 他要去設定遊戲機的功能 然後也要做AR跟VR的遊戲 好 這是他們的另外的一個 好 動畫 動畫他們講到的是有 短片 實驗片 電視劇 動畫 劇情片 因為這你們到網站上 都可以查到 這就是他寫的東西 好 他們要做時尚 然後他很重要叫做 支持原創的創作 然後呢 要跟設計者品牌 做聯合行銷 好 而且他們一定要培養 韓國自己有創意的品牌 好 這是流行 好 我覺得這個我那時候 看到特別的注意 而且有點 覺得說 他們已經開始做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講 下世代的網路 可是他們已經在做 下世代的內容 下一個世代的內容 那他說 他要做這個VR內容的 開發跟製作 然後要做創意的計畫 來提供 提升韓國內容產業的 全球競爭力 這跟剛才蒙古的概念很像 但他們當然更多彩多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培養人才 人力資源開發 就是說 培訓這個內容的創造者 要支持韓國本土開展內容的業務 而且要提供更多的這類的人的工作機會 工作機會 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經營CKL 就是要做一個內容創建的LAB 實驗室 好 接下來還沒完 這是他們全部在 就是在他網站上寫的東西 另外我們看音樂 因為大家都知道韓流 那個音樂是非常的有名 全世界都在哼哼唱唱著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要招募明日之心 他們就不斷地在培訓明日之心 他說要製作非常出色的音樂計畫 還有要支持音樂會的演出 漫畫 他們要發掘新的漫畫家 支持漫畫系列出版 漫畫書的出版 漫畫雜誌的出版 還有漫畫平台 然後呢 角色授權就跟剛才Disney講的一樣 那些公主都可以賣錢 我們沒有那麼功利 但是他這裡面也講到 新角色的開發 角色的推銷 所以他都想到行銷的部分 製作 然後文化科技的研發 這一點我覺得也很重要 他知道科技跟這個一定要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這裡面就有這個叫做 開發內容 開發創造跟傳送 傳遞的 這個發行所需要的尖端技術 他們要領先 他們一直不斷地在追求所謂的領先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 CKL的商業知識跟這個學院 所以要提供教育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還有海外擴張 他們說為了要進入全球的市場 一個而且要讓他們的寒流的產品 要在地化 所以他們要提供翻譯配音行銷 方面的支持 然後要去辦海外的這個貿易會 還有推廣 然後還有去辦這個 國際交易的展覽會 包括什麼世界傳播 反正他們經常都在辦這些東西 好 所以政大 我不知道新華有沒有 政大每年都有韓歌大賽 我們很多學生去參加韓歌大賽 那唱得非常好的學生 就送到首爾 或者送到 反正就去到韓國去比賽 好 那這個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寒流的部分 好 那 所以還是一樣 你們看一下 這是2018年 我們在寫我們的文創 你就知道我們的文創 跟他們比起來 真是非常非常的天差地別 我們的那個書裡面的 這個只是把目錄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的文創產業的發展 當然剛剛說九成是內銷 那所以這裡面有這個視覺藝術 有音樂表演藝術 有文化資產 有工業產業電影 還有傳播電視 廣播電視 出版流行文化跟文化內容 還有廣告和產品設計 大家剛剛看過了韓國以後 再看我們自己 應該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感受 應該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感受 好 那 我就舉一個例子 韓國的條曼 韓國的那個條狀的漫畫 現在在台灣非常風行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 在看條曼 很多人 對 好多人舉手 都在看條曼 韓國條曼現在在台灣非常風行 我那時候看了也嚇一跳 因為我其實 我們都會看漫畫 日本漫畫對不對 韓國漫畫 其實真的我從來沒有接觸過 但是我學生告訴我 他們都在看條曼 好 那這個是人氣條曼 人氣條曼 好 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叫做 就是Comic Comic是漫畫對不對 加個口 叫Comico Comico是韓國最大的NHN旗下的 電子漫畫出版的品牌 它現在在台灣日本韓國泰國都有出版服務 它現在已經是台灣最大的數位漫畫出版平台 我們學生都看這個 我想說 哇 其實我們的科技是很發達很進步的 可是 韓國跑來了 我沒有那麼民族主義 但是 我會很驚訝 就是學生是在這個上面看漫畫 他把台灣的漫畫也買進來了 買了版權 我們 我想各位 可能如果年齡 再稍微長一點 應該記得 台灣早年的漫畫是什麼 東立 這些漫畫出版社 現在是 現在是這個 這個Comica 不是 Comico 它在台灣非常風行 它全球的APP下載圖 突破兩千萬 台灣的下載 突破八百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出來 這個真的是蠻驚人的 好 那條曼呢 以前 我們找到一個說 手種自從以前 它就曾經畫過 可是呢 當然那個時候還不流行條曼 因為條曼是完全針對手機的 針對手機的那個 就是那個 手機的那個介面 針對手機 我們要看手機的那個習慣做的 所以這個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就講這個所謂的條曼跟這個 條曼跟這個 紙本的漫畫的差異 我學生給我看過條曼 而且我學生超喜歡看 為什麼 因為條曼現在可以互動 你看的時候 它還有聲音 你看到一個女鬼出現的時候 裡面會尖叫 它把它跟那個動漫都結合起來了 那所以呢 這個 所以它那個跟動畫結合 而且它那個條曼很好玩 那個 那天我學生拿一個給我看 他說 老師你看 這是一個恐怖故事 所以它瞬間在手機上看到一個女生走出來 然後你看它是白天出現 然後馬上天黑 就在手機上就看到 就天黑了 然後 因為這就是 這 坦白說這技術沒有很難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條曼呢 最簡單來講 就是把那個漫畫 就把它長條畫 就把它長條畫 然後他們有一個SOP 我今天沒有帶那麼多 因為上次我學生 逮捧了一大堆給我看 然後覺得很好玩 那台灣現在很多漫畫家 就本土的 本地的漫畫家 現在也都開始畫條曼 也都開始畫條曼 好 那這個也是科技帶來的轉變 那我曾經 我曾經問過 問過我學生 因為他們都愛看漫畫 到現在都很愛看漫畫 我說有沒有什麼差別 他說當然你不能太長 因為有東西就 太長你會不想看 然後那個很多的劇情 還有很多東西 對話框 都要在一個界面裡面 都要能夠被看到 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好 這個 不過台灣還是很不錯的 台灣有一個 很紅的一個漫畫 是恐怖互動式的漫畫 這個非常紅 我學生說很好看 而且這個還銷到 日本跟韓國了 所以台灣還是很厲害 就是說 就是像這種漫畫呢 我們還是有非常非常優秀的 這個有創意的年輕人 在做這個 這樣子 好 然後但是呢 很有趣的就是這個 這個韓國的這個 Comico 這個平台呢 他每年都會舉行什麼 漫畫大賽 舉行那個 就跟YouTuber一樣 就是會舉行那種競賽 然後 然後會什麼 什麼粉絲 聚會 什麼 他們都很會做這些東西 韓國很會做這些東西 好 所以這個 這個是他自己講的 就是Comico講的 他說每週年在每日更新 多營平台 社群的功能 然後跨國作品多元豐富 還有就是互動漫畫 全新體驗 所以韓國的這個漫畫平台 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在做 這個我有點孤陋寡文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感覺上不是很難 不曉得也許很難 好 好 那這是他們的營收模式 他們的營收模式 這個很重要 就是他一定有這個所謂的 使用者追蹤 行為追蹤 然後他追蹤什麼東西呢 追蹤作品到底好不好 成效 然後營運的策略 還有行銷的規劃 這個是他會用 他們用Big Data 來做這一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另外也有 他們也有做內容付費 平台分潤 還有IP授權 所以他們已經發展出來 韓國已經在這個方面 發展出來一個非常 感覺上已經算是比較 比較已經制度化或者 系統化的一個方式 好 歐盟 歐盟我會講的 稍微的 稍微的簡單一點 其他東西很多 但是我只想講他的一些原則 因為這個原則 也還蠻重要的 但是他有一些東西 當然就很基本的 譬如說 他要為新興的視體媒體 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保護文化多樣性 然後這個保護兒童跟消費者 然後維護媒體多人性 有些就跟過去差不多 好 我就不講了 好 那我覺得有幾個 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內容產業 不斷對文化多樣性很重要 而且對經濟很重要 OK 所以他們也是用一個 文化經濟的概念來看 那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透過網路 媒體的內容 不管是圖像聲音 還是書面文字 都可以用各種方式來分享瀏覽 那歐盟的政策 就應該與時俱進 所以它本來是一個視聽政策 當然現在也因應的 新科技的發展 在這方面 有一些更進步的想法 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非常重視所謂的 在線數位出版物的發展 他當然講到說 有這個相互操作性 可一直 這個我就不多講 還有跨境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趣的是 要在所有的歐盟的政策裡面 都要考慮到文化面 就是他們把文化的東西 落實到他們的整個政策裡面 好 然後在下面這裡 他有講到說 網路的內容 不再透過傳統電視 我想他們已經看到 像OTT的發展了 而且也不是是一種 家中消費的一種獨特性 他說OTT發展得太快了 好這是歐盟講 內容變成需要透過演算法 提供到平板電腦電視機 或者其他的移動裝置 提供的視聽服務 所以他說視聽服務 是等於是 已經是全面一體的了 好這樣子 然後注意力呢 也不再只集中在一個螢幕上 好這是他們的 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也注意到這些特質 然後他們的一些政策 就跟著這個一起發展 他說看電視的時候 觀眾可以使用平板電腦 或智慧手機 提供關於觀看的內容的更多的訊息 而且可以透過社群媒體 跟朋友或者電視節目 本身互動 然後呢 他的第二螢幕呢 就可以提供一個社交電視的前景 而且可以為內容提供商 提供新的收入流 這個是他們從別的東西看到了 那他說 還有一句話我覺得很重要 今天許多設備 不僅是在促進消費 而且也為消費者提供 創建自己內容的客製化選擇 也就是說大家不是只是在看別人 其實也會創造新的東西 會創造新的內涵出來 那這個是歐盟的電視政策 大部分他當然還是強調說 要以歐洲的作品為主 然後他說如果沒有達到標準的話 沒有達到比例 他們就會把他抓來講話什麼之類的 那然後我覺得最後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支持獨立的作品 就是說你不要完全是那個商業 大公司的那種作品你才要賣 你一定要想辦法支持這種獨立的作品 好這樣才可以鼓勵新人出來 好 好 中國 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他最近美東大戰的貿易大戰 好 習近平在201012年的時候 一上任就提出了中國夢 好 那他的中國夢叫做實現偉大復興 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好 他就這樣講 所以中國夢 好不管他講什麼夢 但是中國夢的夢是很難討論的 好 那在這個國際的層次裡面 我講所謂很難討論的是 有別的意涵 那常常跟軟實力的戰略相提並論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我特別要講他 這是梅多 梅多跟習近平 梅多也有中國夢 但是他的中國夢不是習近平走出去的中國夢 他是想進中國的中國夢 好 但當然他一直失敗 好 一直失敗 他在 習近平在2015年的9月 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梅多的時候 他就說 歡迎外國媒體經紀者報導中國 介紹中國發展 幫助全世界抓住在中國發展的機會 好 然後梅多 梅多你們知道是福斯的老闆 所以他有很多東西 但結果 但是他事實上 他是 一路被封殺 我只能這樣講 他的東西可以寫很多東西 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中間的挫折 他也用了很多的 很多的各種各樣的 不管商業啦 政治啦 不管什麼樣的手腕 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回頭來看 就是 講一下這個 我今天不會講孔子學院 那他們的其中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 本土電視文化機構 怎麼樣走出去 他們的策略非常非常多 好 那 第一個叫做 國際聯合製片 第二個叫做 電視文化產品的外銷 主要是指電視劇 當然 其實有階段性的改變 那第三個就是 整個頻道 整個頻道 如果要進去的話 一定要跟他們合作 然後另外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叫做 中宣部要求年產電影 要有100部破1億人民幣 所以你們看到 那個什麼鴻海行動啦 那些大概都是屬於 比較是這類的 這樣子 然後宣揚國威 讓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走出國威 這個就完全是 剛剛習近平講的那句話 那我要講的另外一個是 網劇 網路影視 網路影視要成為主流 而且他首選的海外市場 就是台灣 好 那這個走出去計畫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複雜的東西 我挑了一些獎 第一個就是 它有一個叫中國文化輸出計畫 它要強化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最終是增加國家的軟實力 然後它是放在這個 中國的第13個5年計畫裡面 它有6個發展目標 和11個任務 好 它的媒體擴張有3個實力 這3個是比較大的 其實還有很多啦 一個是 因為還有很多 我今天都沒有辦法講 因為它電視劇其實做得很好 它的遊戲做得很好 它的動漫都很有意思 那這個是新華社 因為這是它官方的媒體 然後中央電視台 然後報紙 好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 那 這個是OTT OTT 那中國廣電總局 就下令要求所有的 中國OTT業者 要出海宣揚國威 我剛剛說 首選是台灣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是他們的文件寫的 那裡面就有這個騰訊的視頻 跟這個優酷搶攻台灣的市場 然後這個停賣自製戲劇的海外版權 然後他們要在台灣招兵買馬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 是把中國的OTT列為中資 所以不能投資 那麼所以呢 這個騰訊視頻 它也會比照愛奇藝的模式 那愛奇藝的模式 現在是什麼呢 愛奇藝很簡單 它就找另外一個公司 然後就用那個公司來登記 所以照樣可以規避台灣的法律 所以都是一樣 就是說你有什麼法律 它就有別的方式來做這一塊 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一個美國學者 他看了整個中國走出去的政策 他又提出這個東西 他說中國的傳媒 從國家走到世界 會是什麼景觀 會把世界變得不一樣嗎 中國表示他們對世界貢獻的 一個核心價值是三個 第一個是貿易規則 他們重新會開展一個市場的交換價值 第二個是文化的本質 就是他們把孔子的獨教跟道教 推到全世界 另外一個是後殖民取向 他們會宣揚一種 比較東方主義的東西 但是呢 這個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 現在充滿了很多的挑戰 然後對多元文化的問題 問題是還滿大的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它到底是和平崛起 還是更多的國藝在展開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台灣 本土化對台灣是一個非常難談的議題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學傳播的 我們其實會在課堂上討論 可是大家都知道 本土化有不同的定義 而且有的是官方的定義 有的是某些節目類型的定義 反正有很多很多的定義 那台灣的經驗因為太獨特了 它有日本殖民和國民黨統治的經驗 所以很多所謂的本土化 它很難碰觸到一些所謂的族群的情節 甚至於就會引發到什麼中國化 去中國化誰才是本土化的爭議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擱置 我們先不去談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爭議其實是無解這樣講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爭議本身其實就講說 所謂的本土有沒有本土典型化 或者是有人甚至於說這個叫木乃伊化 木乃伊化其實就是典型化的概念 就是說你就把它定於一尊了 你的本土就是定於一尊了這樣子 那忽略文化其實本身是同中有異 異中有同 它是改變中有存續 存續中有改變的特質 文化不是那麼固定的東西 那所以呢 本土化的概念常常隱含著非常複雜的內涵 所以有一個學者 這是一個新加坡的學者 他把本土化稱之為 我比較喜歡用它 因為無定型非常有定義 你就可以自己去定義你的本土化 它可以說是一個定義鬆散的類型 好 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看成是一種 建立本土的體系的一種過程或者活動 然後呢 你可以去自己去揉捏它的文化社會語言的一些特質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另外一句話也很有意思 就是說你不要忘了 最後還是要本土跟國際接軌 我覺得他講的 因為他在新加坡嘛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獨特的 他很知道所謂的本土跟國際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好 好 那 最後講幾個例子 台灣其實創意跟人才真的非常的多 好 這幾個例子給大家稍微的看一下 好玩的啦 因為通常聽到這個時候大家都想睡覺了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些東西 好 這個是1986年的時候 好久了 可能很多人都沒出生 因為我搬上大一的學生都是2000年才出生的 所以我每次問他們說921地震 他們全部都傻了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921地震是什麼 好 這個是當時發生這個澎湖空戰的照片 這是我們記者大概最常拍的照片 我那時候我不記得我們在媒體 不曉得林社長那時候是不是在媒體 我也不知道他不曉得 那副校長他是媒體人嘛 所以我們最常看到的是這樣的照片 當時結果後來媒體都登的是這一張照片 我那時候看這張照片我非常的shock 因為他是一個外國的攝影記者 來台灣拍的 這個照片就是這樣子 其實那個很震撼的畫面 非常震撼的畫面 他找到一個非常好的場景 把這個內容傳達出來 不是我們拍的 我們朋友看嘛 我們拍的就是那種蠻儀式性的 好 這是一個 因為這個是我常常喜歡拿來做例子的 就是說你的創意到底是什麼 好 就是你在這裡就可以顯示出來 好 再看下一個 2004年 連戰在最後的選舉 三月多嘛 那個快要投票 然後他就突然一瞬間就倒下來 然後就親吻土地 表示他愛台灣 他用親吻土地來表示他愛台灣 電視拍的畫面都是這個 就三個 你們可以想像那個攝影記者站在哪裡嗎 對 就在他後面嘛 然後倒下去就拍這樣子對不對 好 我喜歡給人家看這張照片 這個記者怎麼拍的 蛤 對 他在他的前面 這是一個美聯社的記者拍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是媒體的記者 他有去問他說 他說 這個攝影記者很有趣 這個攝影記者說 因為他都是每一次都來拍什麼政治啦 選舉活動等等等等 他說你難道沒有想過說 人家可能會做那種出人意料之外的動作嗎 他說他們會想到 他真的就站在連戰的前面 然後連戰一拍下去的時候 他就馬上他也倒到地上去了 然後就去拍了那張照片 所以呢 就很多媒體第二天用的事 還是一樣 外國記得拍的照片 就是 因為那張照片很容易拍啊 大家都這樣拍 實在沒什麼驚人的地方 好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很厲害 你看他這親文土地 你就拍到他的那一剎那 因為我們常常說 新聞其實就是free 某一個很動人的時刻嘛 這樣子好 好 再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個是最近的 對不對 4月22號 這個我去找了幾張照片 那我就看說 這個是那個Uber 對不對 他們抗議交通部嘛 又修法 所以呢 這張照片你們覺得怎麼樣 這是媒體上登的照片 不怎麼樣 因為有人在搖頭了 說不怎麼樣 這樣 有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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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覺 這是用無人機拍的 科技 無人機拍的 上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場面多壯觀 這個 這個 就跟剛才那個感覺是不是很不一樣 這看起來好像沒有多少人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可是你看這一張 這樣子 這張你說拍的不錯 我覺得也還不錯啦 因為它至少顯出這個場景來 可是沒有辦法看到那個 大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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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觀的那個場面 知道這麼多人在抗議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實在是攝影上面 是有差 好這樣好 然後呢 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Uber那天 這是聯合報的 你可以看到它打那個 UDN打抗 那這個就是那天那個 很多Uber的車子就開出來 然後他們就停在那個馬路上 抗議這件事情 好抗議 拍的也不錯 因為它開拍到某一個 某一個這個很整齊的那個樣子 好你們看下一張 對 103.1弄 就是剛才他們訴求的那個 有沒有看到 這些Uber的司機也很有創意 他們排了那個 他不要的那個法條 不可以通過 這怎麼拍的 空拍 還是一樣 這是空拍 所以 同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其實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概念 來看這個東西 其實你用不同的角度 或者不同的 我們就說概念好了 其實會不會 感覺上有不同的解讀 就會有 其實會有不同的意義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大家應該很熟 這是什麼 這個大家最近應該很轟動的 對不對 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 好 這個 這個 我不看都不行 我學生整天逼我看 就跟我說 老師一定要看結局 可是呢 我們的學生最好笑的是什麼 那時候電視演第八集的時候 那時候網路已經播了十集 就結束了 我一堆學生都告訴我結局 我說拜託你們不要跟我講這個好不好 網路已經播了 為什麼 它倒擺 就是我們就先播出來 我們公共電視很規矩 讓這個每個禮拜播一集 我在那邊很乖的等這個東西 結果我學生竟然跟我講結局 我說我不要聽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與惡的距離 這是一部其實拍得還不錯的戲 拍得蠻不錯的電視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媒體講的東西 我們與惡的距離 大結局收視衝到3.4 穩坐戲劇龍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個 因為我搬很多路深在看這個 很多路深在看 這是我去找了一下 大陸的網友非常關注說 這是今年最好的華語劇 這個影視討論的最大的網站 豆瓣上面評分是9.5 77%給滿分 他們怎麼看的 當然是在網路上看的 對不對 因為他們好像在台灣這樣看 然後大陸網友 我覺得這句說得好經典 無論以後如何發展 希望台灣保持文化上的獨立性 好 OK 那請問 我考同學好了 這部戲裡面最重要的價值觀是什麼 它在講什麼 講什麼 一個是講媒體對不對 裡面拍了很多媒體的東西 雖然我自己在媒體做過了 我不曉得林副校長有沒有看 那個裡面寫的媒體 我覺得不太真實 我覺得 以我在媒體的經驗 我覺得不是很真實 它另外一個東西講的是什麼 費死 死刑嘛 這幾個東西都非常觸動人心 因為這個跟台灣當代 那個社會裡面的很多東西 很多人關心的議題是 關係非常密切 這樣好 這個是經典大學 好 這個有沒有人玩 有玩的可不可以舉個手 在場的 好像玩的不太多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電玩 一個電玩 這是一個講那個 白色恐怖時期 白色恐怖時期的那個電玩 結果這個 除了台灣的年輕人非常愛玩之外 現在在東南亞也非常多人在玩 很奇怪 我是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對白色恐怖應該不熟 可是我知道很多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在玩 好 我們看一下 不是來看這個 好 你們看一下 國產遊戲返校因為背景是白色恐怖 引起許多台灣人共鳴 成為經典網路上最轟動的話題 很多人下單 然後呢 他的這個 遊戲公司叫做赤竹 那也推出日文版 所以日本人在玩 日本人也在玩 然後吸引了很多日本玩家 還有在YouTube直播 所以你們去打YouTube看返校 哇一大堆人直播 還 我記得最好笑的一段 我沒有把它解錄下來 最好笑的一段 就是有個女生 一開始玩就尖叫 他就把尖叫的所有的過程 全部都玩 都把它錄起來 就那支點閱率非常高 因為他尖叫 好 然後呢 這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返校是以台灣戒嚴時代為背景 有這個道教文化東南亞的神怪傳奇 所以全世界的民眾都說 這是非常道地的台灣遊戲 他曾經登到全球暢銷的排行榜第三名 所以台灣還是蠻厲害的 我覺得台灣人還是蠻厲害的 那除了這個專家分析這個返校爆紅的原因 除了有這個SIM平台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直播實況主的提前玩遊戲 吸引很多網友熱烈參與 你們去看一下YouTube上面 那個點閱率都還不錯了 好幾萬 我看隨便都是好幾萬的那個點閱率 這是返校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很紅的 台灣也有很多人去 這是愛奇藝的一個叫做 這個偶像練習生 其實是超美國的 我覺得某一些是跟美國的那種 那種偶像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過關 那個很像 然後都造成帥哥美女 這樣好 那這個 這個是一個 好 那個可以點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是 點下面對不對 這是大陸做的一個漢奸的遊戲 所以大家喜歡往歷史去找東西 我喜歡從歷史去找東西 大概看看就好 好 他用電影的手法拍的 好 就死了 就這樣 這個劇情讓人意外的投入 而且兩邊上的漢奸身分 也讓玩家裡有不同的感受 游戲劇情總共有十個當節 幾三層的主程式與DLV感受 三百元左右 就能有一張穿越時空的沉浸旅程囉 OK 好 然後 就 就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因為也開始做互動遊戲 而且現在用電影手法來拍 所以你其實是在看一部電影 然後在裡面跟它互動 然後如果你選錯了 就死掉了 你結局會很慘 你也看得到自己的結局 所以它那個按鈕 還可以幫你分成很多不同的劇情 所以你可以走到不同的地方 那個身歷其境的感覺更真實 我聽我學生講的 因為我也是從來不玩電動遊戲的 那 但這是另外一種 就是 這個是 互動的 就是 你看它拍的是像電影一樣 好的遊戲這樣 那台灣這方面其實 我相信也不錯 所以呢 好 進入我們的 結語 其實從剛才介紹了一些 整個一些新的東西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寬屏 或者是Social Media的科技 事實上是 可以拓展我們的文化境用 那這些大概都是 大家熟悉 我應該是不用多講 智慧手機 或什麼 社群媒體的平台 大數據 小數據 人計算 數位行銷跟市場分析 還有是視覺化 這是 這位學者在2014年的時候 他就提出來 這一些都是 可以拓展所謂的文化境用的科技 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我相信一定 進步更多了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講的 好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從剛才的那個 互動遊戲裡面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還是蠻會講故事的 不管怎麼講故事 我們其實是 因為我們其實很自由 我說某一種程度來講 我們社會的自由 其實是我們的 很好的一個社會的資本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有新的敘事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 網路經濟的可能 我們可以拍為電影 然後 我們現在做的比較差的 真的是新聞這一塊 我們做的比較差是新聞這一塊 可是我們事實上 我們現在在教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在傳播學院 我們都會跟年輕人說 你關不關心真相 如果你關心真相 你就應該去追求真相 你不要老是網路上人云亦云 老是傳那些傳來傳去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關心的話 我們應該是立足台灣 胸懷世界 那這個大學生其實在學校裡面 就可以發光發熱 不要覺得說我到社會 再去發光發熱 來不及了 那早一點的發光發熱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有一些 比較優越的條件 就是說在地發展 但是我們 我們其實蠻有世界觀的 我們學生也常出國 那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在地發展 其實是可以這個 把我們鑲嵌進去 這個全球的生態鏈 然後因為我們看到 剛才講的返校的遊戲 或者是 這個 我們與惡的距離 就看到這些 其實我們其實是有機會的 那但是呢 台灣比較特別的地方 跟這個 不管是迪士尼 或者是中國 他們都是大規模大製作 我們做的比較是分眾市場 但是這也是我們的優勢 這些不多談 我再大概看一下 然後我們會有這個 所謂的媒體裡面的民粹 那但是呢 那些大的國家呢 它是用資本市場 甚至於國家資本 來做一些戰略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我們很會說故事 所以我覺得說故事是我們的 很重要的一個本錢 然後另外現在 現在做大數據分析 其實像 很多的學校裡面 其實也不只像 我們的社會科學院 然後我們傳播學院 現在也都開了這個課 像譬如說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這個下雨期就會有一門課 是跟這個Google合開的 那他們就會把他們 在全球 用了很多的一款 Google Analytics 那個他們就帶到我們課堂上來 就跟我們一起上課 然後分享他們的資料 然後教我們怎麼分析 怎麼解讀 然後甚至於怎麼樣做策略 像這類的 好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其實我們可以 有很多的模式可以去測試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做一種 新商務的明鏡革命 做精準行銷 可以去做收視心理 跟消費行為的模組化 然後當然我覺得如果 我們應該不會只停留在三器新聞 就是監視器等等等 這個 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做AI新聞了 我覺得我們其實要走那一步 應該也蠻快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些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差異 就是我們有市場導向 但是當然那些大的國家 有這個所謂的全球市場導向 或者是國家戰略導向 那我覺得我們的優勢 就是我們小 所以我們比較靈活這樣子 好 這是以上今天跟各位的分享 就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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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發生的樓梯可以 但已經在那裡有 十多所有的樓梯 在那裡有一個樓梯的樓梯 他第一位是在那裡的樓梯 我身上是樓梯的樓梯 樓梯的樓梯 第一位是在那裡的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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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太清楚了 來 那邊 那邊 其實有這個機會 我有帶著有聽說 有聽說有聽說 有聽說有聽說 會在樓梯的樓梯 或者是建立自己的附落 可能會建立自己的生意 合成的樓梯 你不要 教育電腦的樓梯 會不會建立到樓梯 這個方向 好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 其實好像不用什麼方向 方向會限制住大家 我覺得大家自己應該就是可以發揮很好的創意 然後做很多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有一個學生 他非常喜歡去日本旅遊 他一年可以去好幾十次 可是呢 他真的去好幾十二三十次都沒有問題 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做台灣的那個日本旅遊的部落格的那個部落客達人 他訪問的那些部落客都是經營日本旅遊的 他後來訪問了五個 他找了前十名 他們因為那個網路都有做排行榜 前十名 他訪問五個 我那時候才知道原來台灣人這麼熱衷去日本旅遊 這五個人 每一個人 每年去日本一百次 你可以相信 去日本一百次 他們當然知道那種廉價機票怎麼做 然後他們知道怎麼去 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了 我想說 台灣人有這麼愛去日本嗎 這些人 然後他們的 後來 因為我看了我學生的論文才知道 這些部落客 全部都有他不同的經營的方式 有的人就專門做歷史 日本的歷史 那有的人就專門做那個 日本那個 那種就是觀光區的那個 幽靜的小巷子 就專門說到那邊去 但是他們是去探險 就是他們可以做他們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區隔 我那時候看到他裡面介紹的這些 就是他這些都是台灣 點閱率最高的部落客 我才發現 所以我才也會很有信心 我覺得台灣人非常有創意 台灣人非常有創意 那那個 在那個光是 然後有的是專門拍照 就是把那個照片都拍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你到那個地方 可以完全按圖書記去找 那裡面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題目 因為他們在做這個 我這個學生在做就是一個什麼 部落客的文化足跡的論文 那時候 那時候他去訪問這些人 他就說你們怎麼經營你們的部落客 那就部落格 那他就 譬如說有的人就 有的人是日文非常好 可是有人日文不好也照樣可以做這個 就是日文好的就是他說他們 每到一個地方先會去那個 你知道日本都有那種 就是像那個美國的那種 什麼訪客中心什麼這種 他們就會去那邊找資料 然後他 但是他們找資料之後 他們就拿到 拿著那個資料 然後就去 找當地人 然後就問當地人說 這裡以外的地方哪裡好玩 就問當地人 所以他會用不同的方式去 有很豐富的想像力 其實其中有一個我也非常喜歡看的 就是那個 就剛剛講說他專門介紹日本的歷史的 那個真的很棒 那個就是很多人很喜歡 就跟著他們去做這個文化之旅 有一個部落客更有趣 他專門做大和劇的 那個歷史景點的那個復古的東西 所以他會把那個日本的那個什麼 各種朝代的當時的交戰的地方 然後還有很有名的那個詩啊 排劇啊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我還是一樣 我覺得文化本身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真的非常多采多姿 所以我在那個部落客上面我就看出 我覺得讓他們去發揮創意 他們就很厲害 這些都是年輕人 非常年輕 但最老的一個大概才30多歲 就是其中年紀比較長的一個才30多歲 他們都是全都是從小就是被爸爸媽帶到日本去玩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這個 所以我只能說我對部落客沒有那麼了解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了很多那個 部落客在經營這些東西 因為台灣你們都知道 台灣網路上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世界 而且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落客裡面 這個他們自然會發展出來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去到圾堡的圖堡 justement把他挖寶 自己的那種圖堡 沒有他就是融派那些部落客 就會再來一邊有一位好好的友好的 師傅 原來網路上通過的報告 非常典 brave 然後你去彈 Rogue 那個申請 有處的 wo 我會想問一下 一些對廣告業的面積 能面對這個轉型 或是跨出這種期待可以做什麼 好 謝謝你的問題 那其實廣告這個行業 現在也不是很容易 那我們通常會把廣告分成幾種不同的 就是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譬如說設計就是可以是一個專長 你非常會畫畫 或者你的點子非常棒 你的做文案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可能可以去做設計這一塊 其實廣告分工還是會分的 有的是就是說 那你就去專門做創作 廣告創作的本身 那這個也就像寫劇本一樣 或者像寫新聞稿一樣的 它是做創作的 可以文字要好 然後這個視覺的敏感度要高 要有美學的一些基礎 好 因為我們在團播學院的廣告系 確實就這樣分幾種課來教 所以有一種就是專門做設計的 那有一種是做行銷 就是比較做marketing的 它可能非常的會跟人打交道 然後它那個活動的點子特別強 它很會策劃 很知道那種就是怎麼去跟人家打交道 那所以這一類的人呢 我們如果跟他說 現在我們有三種冷影 現在年輕人很喜歡喝冷影 你說三種冷影 你去幫他想個點子 怎麼樣做三種不同的活動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那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是會分成設計跟marketing兩種 可是呢 這也要看個性 因為如果你是做marketing的話 因為往往就是團隊合作 所以那個團隊的那個能力要很強 然後我覺得另外還有一個很基本的能力 就是跨領域的能力 就是跨領域的能力 因為像廣告的話你們都知道 因為什麼樣的廣告你都得接 那各種各樣的廣告 有些產品它是非常專業的 也有一般的 那可是那個產品你怎麼知道它的特性 你怎麼要幫它企劃一些活動 那就變成說你其實要有這種很快的 能夠跨領域的這個能力 那近年來我覺得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我們現在也教的 就是我們現在會加一個新的課 就是social media的能力 social media的能力 好這樣子 所以會帶著學生去 就是說除了剛剛講的設計 所以我們有些學生 弄了行銷的活動以外 他就覺得他設計不是他專業 他就不弄設計 可是有的學生就說 我很討厭跟人家相處 很討厭去跟人家互動 可是我喜歡設計 所以他就可以去做設計的這一塊 那但是現在不管是你是設計這一塊 你或者是行銷這一塊 你都要懂social media 好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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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花那麼多力氣在蓋光纖寬品 100元 500元 300元 還要花570兆 20兆 超級百億的標籍在那邊喊價 然後這些業者在 他的噴水管的角色是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當白的 因為打完的時候 那個contact是外國的 輸收廣告是跑到國外的 我覺得這樣子看 可以看到好幾個報告 我看來其實是這樣的一項 那這個副政策面 要分享這件事 OK 謝謝 我就是因為太著急了 真的因為太著急了 所以今天就把這些都帶來了 我有學生 我們在這邊有學生 是在Google做事的 有在臉書做事的 他們很喜歡告訴我 上課的時候很喜歡分享說 Google又來教他們怎麼樣的 在台灣賺錢 網紅怎麼樣操作 怎麼樣做網紅的排行榜 我每次聽了以後都在想說 當然這不能怪他 因為他就是這個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工作者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今天沒有時間 我其實想講一下 因為去年我們在政大開了一個 亞洲傳播的一個研討會 我們其實有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臉書跟Google大概是 幾乎是全球的問題 除非你是中國大陸把它封起來 那否則一定是碰到同樣的問題 結果我們派山內有幾個國家 其實做的亞洲國家 其實做的還不錯 就是他們有自覺 然後他們起來了 而他們政府也做了一些事情 當然前校才開始 我不是很確定 譬如說印尼 泰國 泰國大概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還 我們跟泰國朱拉隆公大學 有交換 所以我們常常跟他們交換 微電影的拍攝 還有廣告的拍攝 他們做的真好 那他們雖然政情非常混亂 可是他們的文化的活力 是很強大的 而且他們的 這一塊他們是真的 有在做內部的 就是那個政府的政策 在扶持他們做一些事情 這樣 所以我也是因為這麼的焦慮 然後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些數字 難道政府沒有看到嗎 或是看到以後 他是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面對 所以我最後才會覺得說 對 我看到韓國調慢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焦慮 我想說以前我們至少 還有一些 算是代理商 在幫他們出版一些東西 可是現在連代理這件事情 都不用台灣人做了 直接你用個科技就可以取代了 這個東西真的對台灣來講 我覺得那個急迫性是很強的 所以對 我也沒有覺得說 我們急著要去做5G 我覺得寬屏對很重要 但是寬屏裡面 到底要給我們什麼東西呢 給年輕人什麼東西呢 如果今天我的學生都告訴我說 調慢很好看 那我就很懷疑說 我們自己還留下什麼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網路的社會裡面 非常容易去 就容易去 access 我們說文化的access 我覺得這個是比5G還要嚴重的事情 還要重要的事情 我只能這麼說 如果有 我覺得我們一起來做一些事情吧 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就是 如果政府不能做的話 那我們看看我們能不能做一些什麼事 因為我們有這麼一群 這麼有創意 有可愛的年輕人 就他們沒有管到 他們只是去看日劇 看韓劇 去看貼劇 看別的東西 可是我們有沒有自己生產 content能力 其實是有的 所以我們自己現在 傳播學院我們有幾個老師 我們自己 我們其實自己現在在找一些人 我們想做平台 然後希望找一些人 能夠幫助我們來做一些 content 的東西 然後從我們的學生自己來做來著手 事實上我們有跟一些網路媒體 不是這些剛剛講的那些主流媒體 我們跟有幾個網路媒體 我們現在有在談 就是我們來跟他們做那個比較 才開始而已 上學已經開始做產學合作 大概先從自己做起 那政策的東西 我覺得那就是 我們要去怎麼樣的去 加把勁的去push政府吧 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在這邊非常感謝 蘇教授給我們這麼精采的演講 也給我們很多寶貴的資訊 讓我們小小領務表達 謝謝 謝謝 好漂亮 謝謝 謝謝 真漂亮 謝謝 好 謝謝 太客氣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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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好 好 我先把